又來到阿蘇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阿蘇早前說了真軍俠 歸人知熱愛環保 所以這集是關於環保 泰國為環保出了多少分力 希望你們知道 原來泰國為環保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阿蘇在分享之前 記得要讚好、訂閱和分享給別人看 因為阿蘇所說的每一句話 都是在泰國反映出來的 想知道什麼呢? 就看看 大家都知道 泰國其實都非常熱愛環保 阿蘇記得我上年再上年 那時有個Body Stem的主音 已經在推動這個 叫別人在7-7、便利店 或者不用膠袋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都已經引起到 當時很多泰國人 用了千奇拍招的方法 就去到Big C 或者去到一些超市場 買東西用不同的方式 拿走他們的東西 有些是拿些什麼? 產泥車也有 有些是用漁網 甚至乎有些是拿寶寶車等等的東西 就是幫助他們 拿走他們的物件 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泰國其實 華武方面 是出動了很多的 雖然 泰國是一個橡膠出口角 橡膠出口角是什麼? 即是他們有很多棵橡膠樹 其實泰國人就是這樣 收集橡膠而去做的 通常都是用來做什麼呢? 膠袋是最大的 第二個膠袋就是安全套 第三件事就是做一些橡筋 都是透過橡膠去組成的 這些橡膠原料出口角 其實這幾年 很多地方 很多泰國都開始把橡膠樹 砍掉 變成果源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全球都在說環保 泰國在橡膠方面 都不會落後在西方國家的 譬如他們有什麼呢? 大象的便便 做出來的書籍 類似環保子 為什麼會用大象的便便 他們知道大象的便便 都很充滿纖維素 做出來的書籍都比較耐用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會用大象的便便 做書籍、環保子等等 大家都知道泰國有很多海域 譬如每個海域都會有沙灘 為什麼泰國的海域 先不要說巴提亞 巴提亞的沙灘是不行的 因為太多遊客 有其他海域 為什麼還可以保持到 這麼高質素的水質呢? 就是有一班熱愛環保的人 熱愛海洋的人 就會定期出去收集一些 魚網、垃圾等等 你知道泰國很多時候 都會靠捕魚為生 不要說泰國捕魚 可能附近國家 緬甸也好 越南也好 都會捕魚 在捕魚裡面 一定會用網 去捕魚 有時候在捕魚中 魚網會穿了 爛了 那些人就會 由它 丟出去 走到大海裡 自生自滅 所以泰國一班人 就出去海上 打捕魚網 收集他們 不要在海上製造污染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看到很多片 都說鳥也好 或者海豹也好 都會被魚網 魚絲牽著 所以這班人真的非常好 令到我們遊客 去到那些地方 還要看到這麼漂亮的海 都要靠這班人 所以我們都經常跟我的朋友說 現在泰國除了在沙灘海丹 不要亂貪荷盒之外 還要不要吃煙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泰國最近的法例是 沙灘上不能吸煙 吸煙者為來的 罰五萬匹或五千匹 不要記得 所以就記住大家 吃煙的就千萬不要吃 還有一件事 其實泰國大家都知道 有椰子 也有很多猴 很多人會貪得意 就訓練猴子 上樹上摘椰子 給他們遊客 導致有一個很好的旅遊費用 很多人會打傷 所以這件事對於國家來說 是非常不可以的 你想想西方國家最喜歡說的就是人權 人權這方面 猴子也有權利 為什麼呢 始終動物來說 其實是我們人類最好的朋友 有時候有些動物 我們人類在食物裡最高層 我們不能夠 要辛苦動物 他做出來 類似虐待他 迫使他 做一些東西出來 是來服侍你的 譬如叫小猴子 跑到樹上 拿一個椰子下來 反應一次就沒問題 我覺得都是一種娛樂 但我們不是的 是要奴役他們的 而他們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就是讓你運用一個濃度 不是自由自在 所以阿蘇都看到這些畫面 其實都有些心酸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動物 很多次買的也好 或者可能玩牛羊也好 有些可能說 如果你對牠的反應 就是對牠的自養方式不好的話 我覺得這樣也會影響到牠們 因為始終 雖然我們是最下 可能吃到牛 吃到羊 但問題是 我覺得這樣做一個自養 或者去養牠們 是非常不尊敬這種生命 所以神愛世人 甚至是獨生子 刺激他們 我覺得這樣的道理 希望大家都明白到 其實有些人是不能做的 就不要做了 而剛才我說的 猴子摘椰子路 其實是一個小部分 可能是一兩個組織去做的 而不是整個泰國都是這樣的 我相信泰國在這方面 其實已經做得很好 所以看看日後 大家就明白到 原來泰國都已經在為環保 為各樣東西 已經走得很前很前 所以聽我和阿蘇說了這麼多 關於環保概念 或者有人說外秘活動物方面 大家都知道 泰國都已經非常著重環保 但仍然有很多人都不環保 所以大家記得 環保一定要走得很前一點 始終地球是大家的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用的 今次我又說了關於環保的東西 環保和動物方面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都會明白到 其實泰國雖然以前是用很多膠袋 但現在泰國就逐漸逐漸 越來越環保 去到泰國 記得要 沒有一點 不要亂拆進去 這些是很重要的 安全套方面 一定要用 不要因為環保 第二件事 巴玉已經說了 他一百二十天內 一定要完完全全開放整個泰國 其實阿蘇這件事 我也明白為何巴玉要這樣做 始終 你不開關整個泰國的話 等於整個國家死 雖然開關之後 有很多人會帶病毒 令整個泰國國民 都很容易感染量升高 其實手掌又是肉 手背又是肉 所以我都非常建議大家 有疫苗的情況下 快點打 好像我老友阿琪 早前她也接受了電視訪問 好像她跟我說 最近都要打了疫苗 反正連阿琪在泰國 有疫苗打她也會打 所以你們還要等些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有時間的 有能力的 有地方的 就快點打了 最後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些對我 留言 記得在下面告訴我們 讓阿蘇一一解答 今天就是這樣 那就多了 最近迷宮 大家好 好多謝網民一路支持阿蘇 而阿蘇做每一條影片 都是盡心盡力的 而阿蘇在YouTube 剛剛開了一個 叫做專屬會籍的計劃 如果大家想吸引多些鼓勵和支持的話 可以加入阿蘇的專屬會籍 多謝大家